早期的婆婆妈妈逛菜市场几乎人手一个嘎嘞嘞 而如今它是变身成为了美丽的灯饰 这是艺术家蔡宇杰的点子 在创意台中设计展当中令人伪之惊艳 而社府文化局也将它与2020台湾灯会的宣传做结合 装点在台中眷村武务馆 营造出了独特的台式浪漫 而这几天点灯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想着来拍照 眷村文务馆点灯 树林有一甲子的大榕树挂满山上的灯泡 还有不少的嘎嘞嘎嘎点缀 无微和感的魂创设计 为台中市眷村文务馆 营造一股独有的台式浪漫 灯会的装饰都是我们在办理创意台中的时候的一些作品 包括我们像后面这个嘎嘎嘎嘎 还有我们的灯饰都是我们在文创台中的时候 把这些东西留下来继续再做一些利用 那我们希望透过灯会的这些意象 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台中有很多眷村的这些习俗还有眷村的文物 在这边都可以看得到 充满台味的嘎嘎嘎嘎 不论是挂在榕树上还是复古版的鸿门都很相称 而这样的文创点子是来自创意台中设计展艺术家蔡宇杰的巧思 文化局延续到台中市眷村文物馆 让本土文化与眷村文化激荡出新美感 包含有一些在地的一些以前的那种干载店啊 一些眷村的味道 我们把这些传统的东西再做一次的结合 把这些生命的延续再做一次温度的点亮 为2020台湾灯会宣传 文化局与地方文物馆合作打造观光亮点 而台中市眷村文物馆的前身 为北屯新村的空军眷设 所以广方设计可爱的飞机 与灯会的logo结合来装点抢面 梁果进来了以后 其实里面是没有什么文物的 所以我们用我们自身外省第五代的背景 从家里面带了一些东西 然后还有温奶奶的一个收藏 所以里面我们最近在展的必生难忘 它是一个收藏展的一个呈现 用文物去呈现一个叙述台湾的在地故事 不论是白天或者夜晚 来到台中眷村文物馆拍照 都能留下浪漫又美好的回忆 而来这踏寻也犹如是座位的时光机 重温早期台湾欧瓦寒吉的那一份眷村文化 这里讲话台中采访不到 跟着水钱咧 romantic了 所以材料 根本在摩尔眼 感谢观看